只要懂得对的清洁和保养方式 冷不碎的锅子是可以用上百年的哦 在清洁的时候呢 必须注意 不能将热的锅子直接泡入冷的水里面 记得一定要让锅子冷却 再用温水清洗 只需在海绵沾上少许的清洁剂 就可以了 避免使用钢丝缩纸或强力清洁剂来擦洗锅子 如果锅子残留风干的污垢 只要放入苏打粉 煮滚 污垢很容易就会脱落 如果残留深色的污剂 只要滴上几滴的锅具专用清洁剂 盖上锅盖 放上好几个小时 再用温水以及海绵 就可以清洗干净了 建议每次使用过后 彻底的将锅子清洗干净 记得要擦干 然后收放在通风的环境就可以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